过去工厂一向都给人冰冷或是死气沉沉的感觉 位在观音的一家全球最大机能服饰工厂 为了要改变这种刻板印象 特别邀请了刘澳的艺术家艾伦公主 驻厂创作两个月 完成了欢聚一下这一件作品 就放在工厂的门口迎接到来的访客 让工厂也增添了柔和的艺术气息 细心替艺术品作最后的认识 这是在欧洲学艺术的艾伦公主 历史两个月创作出的作品欢聚一下 若是你以为正置身一郎或美术馆中 那就大错特错了 眼前这件色彩缤纷的装置艺术 其实是艾伦公主住在工厂里 就地利用工厂废料创作出的心血结晶 生活中总是会觉得有点沉闷 那我想说我要制作两个大的手提箱 想象我们是每天来这里都可以带着一箱的欢乐 或开心回家这样跟大家分享 所以后面这两个就是我这个作品的概念 把全球最大的机能衣工厂当作创作基地 对艾伦公主来说可是头一遭 尤其要把弹性和纹理都特殊的机能衣布料 拿来当作素材更是一大挑战 摸索和创作的过程就像一段奇幻旅程 艾伦公主也如实地将它呈现在作品当中 细心观察就能发现里头 有观音著名的皮膛和锋利发点 和七彩布料交织出的线条之美 因为你发现布料不能上色 可是你相对在触摸这些布料 就会发现因为有上焦的关系 它增加了一些弹性 那这些弹性有趣之处 就是让我想到我要做编织的手提箱作品这部分 希望艺术家可以让我们的整个厂区更加融合 那我们也可以让其实很多人来到光光工厂 除了参观专业生产产品之外 它还可以带进一些艺术的参观的活动 大型的装置艺术就在工厂入口处迎接到访的客人 缤纷的颜色 活泼的线条 传递出开心的氛围 打破大众对工厂的既定印象 格外增添了一份艺术气息 桃源线新闻时代林观音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